躺到床上都能每天都能赚那么多钱 一个人被骗100多万 今天是因为一个APP 遇到了一个渣男 还把我的全部家当 112个骗走 如果下载国家反杀APP 可能就没有这档的事了 有一个婚恋网站上 认识了一个渣某 聊着聊着他发了照片了 看着挺帅的 后来我就问他 他是做什么了干嘛了 然后他说他是搞虚拟黄金了 然后说每天赚钱都能赚了上万 后来说要不我也跟着他干 两个人反正现在太恋爱了 都一起多赚个钱 说保证能赚到很多钱 刚开始投的少 赚个几百块钱能够提现 回来越投越大 有时候一投几万 慢慢的就几十万 都这样往里面投了 投了十几次 加到一块都大概都有112万块钱 后来那个又发现 那个平台登陆不了 钱都没办法提出来了 跟他联系了 都联系不上了 他也把我拉黑了 就行了这段感情 自己也付出感情了 钱也没了 天塌下来都想死了 想想怎么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第一时间就我们认定 这是一个典型的杀猪盘案件 涉案资金非常巨大 资金成绩是非常多的 甚至高达十几级 从我们境内 是迅速的流到境外 随转随出 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资金可能就到境外了 目前 交助警方共抓获涉案的13名团伙成员 其中包含洗钱 倒卖银行卡和倒卖公民个人信息 三个犯罪团伙 最吸引受害人的主要是稳赚不赔的理财良方 或者是从天而降的执行爱人 骗子在最初的阶段隐蔽性非常的强 能找到不同受害者的心理弱点和需求 通过不同的话术 建立与受害人之间的信任关系 从而诱骗受害人进行投资理财